好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再来探讨我们简单的人生 那今天的单元叫做工作游戏化续集 我相信有听我们那个心灵讲座的伙伴们就知道 我们在86集跟108集 或者是109集有播这个工作游戏化 那时候有预告说我们要讲一个续集 所谓的续集就是说 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工作游戏化它很简单嘛 它就是告诉我们说 当你让小朋友能够 因为工作游戏化它的概念就是 有一个内在需求跟一个外在需求 那当你外在需求 它去满足一个人的外在需求过程中 会降低他的内在需求 甚至内在需求就会不见 这个称为工作游戏化对不对 那我们之前是让大家用这个概念去看到的是 小朋友要用代币的管教 那如果讲到这边 你跟不上这样的节奏代表说 你之前我们的第86集或者是108、109集 你没有听 那没关系 我们现在网路非常的发达 你可以再把它调出来去看一下 就会知道说之前讲的工作游戏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今天的续集会讲到的就是说 其实工作游戏化它甚至我详称说它可以当作怎样 邪恶心理学 什么叫邪恶心理学 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在管教小朋友的过程中 当我们这只手抓得太紧的时候 其实小朋友他们是怎样 是没有办法适应的 就像我之前在我们的那个国中的夏令 我总策划了10年 那有一年我在带领那个国中生 就是7年级、8年级、9年级的时候 我让他们去玩一个对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的一个掌握 我设计了一个叫铁达尼号沉船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现在先写出你四个生活中对你来讲 重要的人就写人、事就写事、时、地、物 就是要在一个同样的能够取舍的一个空间 我当然没有解释 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如果写你平常重要的事情 就写平常重要的事情 然后我就开始营造那个气氛 然后播音乐 然后就跟他讲说 哇现在建长怎样 宣布说我们现在的船 因为撞到了冰山然后快沉没了 这时候请大家把你选的四样行李 就是第一样 要大声的爬起来喊说 我什么不要这样 然后就听那个小朋友很大声 第一个喊完之后 第二个喊完 然后第三个 他就坐着都不动喔 我就问那个小朋友说 为什么你第三个你没有爬起来大声喊 因为他们习惯叫我叫布丁哥哥 他说布丁哥哥我死掉了 我说什么死掉 你明明来坐在这边啊 他就说他写四个喔 第一个写什么 第一个写功课 第一次建长广播他第一个就把功课丢掉 然后第二个你知道他丢什么你知道吗 我永远记着他第二个就丢生命耶 哇我就很傻眼那你生命丢掉你什么都没了啊 然后他就很可爱我就很可爱我就问他说那你三根四血什么 各位猜猜看 对小朋友来想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好正确答案喔 第三个是电丸喔 第四个是自由 他告诉我 如果没有自由没有电丸他宁愿不要活了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小朋友没有很可爱 真的很可爱喔 对他们来讲 其实很多东西他们是非常重要 但是对我们大人来讲 我们会觉得他是不重要的 所以我这边要引用一个我们那个儿福联盟 帮儿福联盟说说话 儿福联盟在2011年的时候 他们曾经去对很多的家庭做了一个 温暖家庭指数调查报告 那他在调查的过程中 推出了叫爱孩子333 什么叫爱孩子333 如果早期有听从89年有听我演讲的 爸爸妈妈就知道 我早期会教各位333嘛 每天跟小朋友拥抱三次 每周跟小朋友谈话三次 每次高品质对话怎样 30分钟 但是2011年 儿福联盟他们就是做了小朋友的一个怎样 温暖家庭指数调查 他们在这样的过程中 他们推出了333叫做爱儿333 好跟之前我讲的那33不冲突 为什么这个爱儿333它很简单 每天跟小朋友对话30分钟 各位觉得跟小朋友对话30分钟重不重要 它其实很重要呢 尤其我常常跟很多的爸爸妈妈讲 你现在不要觉得你们家的小朋友 国小生很烦 每天都爸爸妈妈 我要跟你聊天 爸爸妈妈 我学校发生了什么事 爸爸妈妈 然后你就说好烦喔 爸爸妈妈快要受不了了 你可不可以闭嘴不要讲话 但是你知道喔 你现在不跟他讲话 国中的时候他就不怎么跟你讲话 高中的时候他更不理你 那并且现在有很多小朋友 在外面发生很严重的事 爸爸妈妈都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习惯把 爸爸妈妈不习惯听小朋友 他们发生的事情 自然而然小朋友就不习惯把重要的事 严重的事告诉爸爸妈妈 所以竟然我们把所有的爱 把所有的资源都愿意付出给自家的小孩 那记得时间虽然真的不够用 但是记得喔 爱儿333 爱孩子33的第一个是对话30分钟 第二个拥抱30分 拥抱30秒 而且不是30分 拥抱30秒重不重要 它非常的重要 各位知道吗 光拥抱在国外跟国内都会发现 其实拥抱的治疗好不好 很好啊 就像我在训练一些辅导志工 我就跟他们讲说 哇我好羡慕女生喔 他说为什么你 当男生羡慕女生 我说啊 像有一些人来接受辅导的过程中 他哭了 如果是女生 那今天这个辅导志工是女的 他只要问对方说 我可不可以抱抱你 对方说可以 他去抱对方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啊 但是我是男生 我看到女生在哭 我可不可以跟他讲说 我可不可以抱抱你 其实这个连说都不要说 为什么 因为其实男生抱女生 他自然就是怎样 不恰当的 但是女的辅导志工 抱男的哭的人可不可以 大部分人都是允许的 所以我就发现 为什么不是羡慕 可以去拥抱别人 而是真的在拥抱的过程中 他是很有疗效的 就像我之前讲到 我在夏令营的一个 品格夏令营总策划10年 那有一年 我们在带那个 小一到小三生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有一年100个 在我们的基金会住 5天5月的小朋友 他们在5天的过程中 没有一个小朋友生病 也没有一个小朋友 晚上哭得要找爸爸妈妈 我就好好奇 因为我们那段时间 一群年轻的青少年干部 然后我们每天晚上 带完夏令营的品格 夏令营的时候 我们晚上从11点 几乎都会开会 开到凌晨一点 但是在那段时间 我们那次的一个总招 就是我们的总负责人 是一个幼稚园的园长 然后幼稚园园长很可爱 每次我们开会的时候 他都迟到一个半小时 代表我们会开 快开完的时候 他人才出现 对不对 然后那次总招 大家也不好意思问说 那个幼稚园园长 你到底在忙什么 小朋友10点半就躺平了 然后11点 应该都已经呼呼大睡了 你到底在忙什么 那有一次我就 因为他们知道 我比他们年纪大 他们都叫我布林格 他们就推我去问那个园长 结果园长就说没有啊 他每天晚上都去报小朋友 然后跟对不同的小朋友的特质 然后告诉他说 哇你好棒喔 你好聪明喔 上天赐给你这么棒的一个聪明 代表你可以怎样 让自己所学的东西 能够报效去服务更多的人 哇你看喔 他不是一种期许 而是发自内心的去祝福对方 然后每个小朋友他都给一个不同 各种的特质给他不同的祝福音这样 那各位知道 光这样子肿抱给予正向的祝福 那一些小朋友很特别喔 五天五夜没有一个人哭 也没有一个人因为肚子痛 痛到便秘 然后生活异常 需要 因为一般小朋友 尤其是小一到小三 只要两天三天没有正常的排便的时候 我们就会带他去看医生 然后怕说他这样子的一个累积对身体不好 然后那一段时间都没有人 那边我们那段时间我们的那个志工 他们都跟我讲说 师老师师老师 那个这些小朋友真的是上天降下来的天使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在这边服务那么多年 我帮忙指挥交通 第一次遇到那个小朋友主动抱我们的志工 叔叔说叔叔来给你抱抱 那叔叔就抱他意思说哎呀干什么 他说谢谢你这五天五夜 帮我们指挥交通然后保护我们 哇你看光这样的一个拥抱 效果好不好一级棒 所以我们常常会去讲 儿福联盟他们所推的爱孩子三三三 好不好用很好用 就像我这阵子有一个朋友 他这阵子刚好干的附近有一个小肿瘤 然后他本身这阵子就是进医院去做那个穿刺 然后去取切片 然后他住院的时候我就赶快传简讯跟他爸爸 因为我认识他爸爸 就跟他爸爸讲说 如果我们家的小孩子这阵子有异常 比如说有的太乖 有的忽然会闹脾气 这时候你也不要忽然抓狂 因为这阵子小朋友代表大人有状况没有讲 但是小朋友感受得到感受不到 感受得到 我就跟爸爸讲说绝招就是怎样 什么都不用讲 你就抱抱他们 哇 那个爸爸的确是那个心理学高手 他马上就传说OK alright 他就赶快去抱小孩 所以你就发现了 他说拥抱好不好 很好 但是之前有爸爸跟我讲说 是好是你教的没有用 我说为什么 他说他家的女儿来到八年级 爸爸要抱他 他说男女受受不清 好这怎么办 我说没关系 尊重 因为他们来到了高年级 现在幼稚园也会 也会告诉他们说身体怎样 别人不可以乱碰 所以我们就会讲说 我就会告诉爸爸妈妈 如果小孩子可以拥抱 趁这段时间能够拥抱多抱一点 他们第一点心理素质会比较高 第二点会比较有自信心 第三点安全感也会比较好 那第三当然比较简单 第三点是儿福推出来 儿福联盟推出来的 他说中三不加班 我在想应该很多的小朋友会希望 爸爸妈妈除了让他们有美好的生活 让他们有比较好的物欲 最重要的是希望爸爸妈妈能够陪伴他 所以在这边特别 因为这阵子 因为儿福他们遇到的一些处境 就是有一些挑战 那我就会觉得说 替儿福做一个广告 也顺便告诉爸爸妈妈 这个爱儿333 它是一个很实用的方式 那后面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的那个工作游戏化 各位会知道 我们在讲工作游戏化的过程中 大家看一下PPT PPT里面会告诉我们 其实工作游戏化 它是用代币可以让小朋友 替代他们的一个荣誉感 但是我们讲到 如果一个外债需求 之前上一集讲的 如果你给他钱得100分 就给他钱 给他500块 他有可能因为这个外债需求 而降低他读书的内债需求 甚至他内债需求会降低到没有 对不对 那今天续集怎么用 很简单 之前有一个社会系的一个 社工系的一个系主任 他就说那个工作游戏化好好用 他我们戏称他叫做拆散情侣的技巧 什么叫拆散情侣的技巧 各位知道 我们常在讲告诉各位 放手放手 让小朋友能够活得更好 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口号 其实是错 为什么 不然我举个例子 各位知道 如果今天你家的儿子或女儿 带男女朋友回到家 第一次来到家里面 不管他们16岁18岁20岁 带男女朋友回来 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 上次有一个妈妈就举手 就跟我讲 啥子很简单啊 他们带男女朋友回来 就是要借由你专家的眼睛 然后帮你审视这个人 适不适合当女朋友 这个适不适合当男朋友 答案是对还是错 错 大错特错 为什么 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在演讲的时候 就遇到一个比较年长者 大概60几岁 然后我就讲到 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什么叫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我就是说 当今天小朋友来的时候 假设你女儿带了男朋友来 如果你开始从头 一直嫌她的过程中 你是要让女儿知道 这一个人配不配 继续交往吗 以后会不会幸福 那你就会很担心 就会一直挑她的缺点 我说这样子的过程中 它是一个大错特作 为什么 因为各位知道 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他就是说当外在的那种压力 尤其是想拆散他们的动作 越大的过程中 外在的干扰越大的时候 他们的手会牵得这样 越紧 因为他要跟你证明 他们的爱情是对的 他的眼睛是怎样 是雪亮的 他交的男朋友是好的 所以如果不懂罗密欧与朱丽叶 我们就讲良相伯与朱丽叶效应 就是说当外在要分开他们的力量越大 他们的手就越紧 他就越拆不开这样 我那天在讲的时候 有一个六十几岁的妈妈 就举手说 师长师我太晚认识你了 我说怎么了 我现在当年讲的时候才三四十岁 他就说我太晚听你讲课了 我说怎么了 他说女儿三年前带了男朋友回来 他就说妈妈雪亮的眼睛 从头开始批到腰而已 他说只差没有讲到头顶什么 头顶化容脚底长疮都没有 从头开始嫌 比如说头发太少怎样怎样 然后嫌到腰而已 女儿瞬间跑到房间拿两样东西 跟他心爱的男人私奔了 各位你一般来讲 你如果是这个女生 你要离家出走 你会拿两样东西 上次有个妈妈跟我讲说 师长师很简单啊 就是带身份证啊 然后怎样 把那个信用卡带出去啊 我说错 这个妈妈请坐下 你不够格 你不可以离家出走 你会饿死 然后妈妈说为什么 我说你带错东西 第一个是带印章 第二个带存折 因为为什么 因为要领钱比较方便 信用卡没有钱 没有办法花对不对 然后身份证再补办就好了 妈妈就知道 原来他没有离家出走的本钱 然后那个65岁妈妈就跟我讲说 师长师我如果早听你的话 我就不会闲喔 然后就会一直鼓励一直鼓励一直鼓励 他就说因为他把女儿弃走了之后 女儿三年后带了一个一岁的儿子回来 他就跟妈妈讲说 他跟这个男生离家出走之后 他们很快就登记结婚 结果他出去外面工作赚钱给这个男生花 这个男生还拿他的钱在外面养了小三 然后就不工作喔 然后他就说其实他第一年后悔 就想回来了 结果想到如果这次回来 妈妈就会说你太逊了 他又撑了一年 结果就生下这一个 然后后来因为他的丈夫怎样 为了跟他要钱去养小三还挡他 他结果只好回到家 妈妈就说他看到女儿的那一瞬间 只问女儿说过得好不好 女儿哭的说不好 妈妈就说跟他这样子相抱 然后什么话都说不下去 所以我们今天教各位一个叫做邪恶心理学 什么叫邪恶心理学 所谓邪恶 我不好意思 因为昨天去那个普里隆总 讲了两个小时的演讲 声音有一点稍微跑掉 我们说邪恶心理学他就是怎样 用一些心理学的技巧 让对方能够怎样 自然而然的拆散 那这个心理学他引用的方式 就是要工作游戏化 各位知道 当给外在需求的时候 内在需求会降低 甚至没有 他的理由是这样 我举个例子 那个社会系的一个 社工系的一个系教授 他就讲说 他的女儿在大学的时候 带了男朋友回来 那各位知道 当你有对心理学了解的 罗米尔 朱利亚 下意 这时候如果一直嫌是没有用 那很多爸爸妈妈会说 萨士 这个技巧你一定要交到我会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们最怕女儿回来 如果你一直说好棒 结果他们修成正果 各位知道什么叫修成正果 就是他们结婚了 这样子就很糟糕对不对 那不能讲不好只能讲好 是这样吗 我说是 那个社工系的系主任人家 当然心理学也学得很好 福大也学得很好 他说女儿带男朋友回来 他就一直鼓励这个男朋友 哇你好棒好棒喔 各位大学的教授 看到一个陌生的小男生 一直说哇你好棒喔 哇你好厉害 一直鼓励到这个男生飘飘然 觉得妈妈可能喜欢上他这样 比女儿还更喜欢他 你说这个小男生 一听就知道有点怎样 不太行对不对 好 但是各位知道 社工系的系主任 一个大学教授 绝对不会让他们修成正果 对不对 等到这个男生走后 他还留这个男生在家吃饭 吃完饭之后还把他送出去 那送出去的过程中 那个小男生还很可爱的 问他女朋友说 感觉你妈妈好像煞到我了 比你更喜欢我 然后那个女儿一回来 就把这个笑话告诉妈妈 妈妈脸都绿了 但是妈妈也是笑着说 没关系啦 但是女儿很聪明的 就抱着妈妈 为什么 女儿就偷偷跟妈妈讲说 谢谢妈妈 妈妈说怎么了 你为什么要谢谢我 她说妈妈两件事情 我看得出来你不喜欢这个男生 但是你为了我一直称赞这个男生 我觉得你给足了 怎样 我面子 然后第二 她就跟妈妈讲说 我之所以看得出来 是因为妈妈 你演得太over了 什么叫太over 就是她就跟妈妈讲说 你演得太夸张了 我从小到大你才夸奖过我三次 这个我男朋友一进来 你每一句话都夸奖 女儿当然也知道 妈妈演得太over 就跟妈妈讲说 妈妈 你下次要去报那个金马奖 为什么 因为妈妈演技太差 代表他们母女的感情好不好 真的很好 因为这妈妈就说 他们其实从小跟女儿跟儿子 都会保持每周谈话30分钟 然后每次每周至少谈三次 你看这个妈妈 有没有花很多时间跟儿女聊天 她就是真的贯彻我之前讲的333 每天拥抱三次 每周谈话三次 每次高品质对话30分钟 那这个社工系的系主任 甚至跟我们分享 他儿子去美国读塑班的时候 甚至交女朋友 都会打月亮电话回来请教妈妈 代表妈妈就是把学的东西真的运用 但是问题来了 妈妈这时候放开着手 右手放左手 我们讲邪恶心理的手 就要伸出来了对不对 很简单 妈妈马上就问女儿说 女儿女儿 你跟男朋友交往的时候 最喜欢做什么 女儿就说我们平常 这个男朋友才刚交没多久 那其实我们平常 之所以我觉得这男生好是因为 我们最喜欢一起去看电影 哇每去看电影的那个剧情啊 我们都可以聊个一两周这样子 然后怎样 回味无穷 他们发现他们两个最美好的日子 就是去看电影 好 等一下测一下各位喔 从这边各位那只恶魔的手 如何的使用 我上次 也是个问题去问那个 来上课的爸爸 跟妈妈这样 有个爸爸就觉得说 邪老师 我知道我这只恶魔的手怎么用 我说你怎么用 我就说我告诉女儿跟那个男朋友说 走我带你们去看电影 他说你带他们去看电影是 到电影的方向下 不对 他说 邪老师 我就要坐在他们两个的中间 女儿坐右手边 男朋友坐左手边 如果男朋友的手伸过来就 啪 然后我会规定他们 今天看完我就把女儿载回去 让他完全怎样没有机会 我跟爸爸讲说这样子 爸爸说什么意思 你只有一次机会 这样这只手只可以伸一次 有没有用 没有用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来吧 这个邪恶心理学外在需求 如果电影院外在需求是什么 爸爸他们很聪明喔 他说钱 一开始拆电影票 后来拆钱 我说很简单 这一个社工系的系教授系主任 他马上跟 他反应很快喔 他马上跟女儿讲说 你如果跟男朋友去看电影 凭当天票跟 回来 马上赞助你们一千块 那个什么 不是结婚基金 一千块的约会基金这样 一张票一千两张票就两千喔 我上次问爸爸说 为什么要当天 爸爸说怕他们在外面过夜 容易出意外 我说这个爸爸 头脑想得太快 重点是增加困难度的时候 可以让那个 工作游戏化的效应放荡 他说果不如其然喔 有一天 他们两个要去六福村玩 结果大学生口袋没有钱怎么办 女儿的形容是 他们十点半 去挑了一个宇宙无敌大烂片 为什么 因为急着要去六福村没有钱啊 为了两千块 他们就花两个人花了三百块 去看二轮 然后挑着那个片 他们两个的形容是 难看到啊 五分钟就坐不下去 他们在里面撑了三十分钟 出来之后不到十二点怎么办 然后他们就说这个票根拿去跟妈妈请钱 妈妈不会给 他们还在路上晃晃晃晃晃晃 晃到一点的时候才来临两千块 然后当天怎样 去六福村回来的时候 已经怎样 累瘫了 就代表说他们整个行程都很赶 那各位想想看 有没有负责工作游戏化的第一需求 因为为了赚两千块 本来很爱的约会变成怎样 变成工作 然后他们把自己的 对于那种电影的热爱 发自内心的喜欢的欣赏 美好的事物 美好的东西 变成怎样 赚钱 所以你就发现 外在需求是那两张电影票 换得的两千块 然后他们付出的是怎样 对于彼此亲密感的需求 因为去看电影不是 只是电影的情节 而是两个隆情命意的过程中 心心相应的过程 所以各位有没有符合邪恶心理学 真的有 为什么 因为那个教授很可爱 他就发现 自从他们把电影 看电影的目的 是为了换两千块的钱 然后当天拿票跟回来的时候 才会换钱的时候 他们陷入了这个陷阱之后 就变成怎样 把他们的约会 变成是一个满足外在需求的约会 慢慢的 他们两个的亲密感就怎样 就越来越低 然后甚至就 那个系主任还很有耐心 六个月后有一天就跟女儿讲说 女儿啊 你那个初恋的男朋友 怎么这阵子都不带回来讲 你猜女儿怎么说 女儿就跟妈妈讲说 妈 不要说了啦 三个月前早就分手 所以各位 当你今天 这只手一直告诉女儿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其实对小孩子的那种放 其实是放不开的 唯独你真正的放开 我们常讲 右手怎样 放 左手抓 那个抓的部分 不是死板板的抓 只要运用一个小小的技巧 就像我们今天复习的 叫做工作游戏化 它怎样 一个人的内在需求 它本身是属于自己真正想要的 也是比较核心的东西 那外在需求就是我们讲的 容易成空败坏的东西 是假体的东西 那当外在需求一直的出现的过程中 它就会替代了我们的内在需求 自然而然怎样 内在需求就会降低 甚至没有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小技巧 好不好玩 好不好用 真的好好用 就像我们之前有讲过 那个高低杠杆定义 什么叫高低杠杆 当今天小朋友跟你讲说 妈 我不要念书了 那高低杠杆很简单嘛 你就跟他讲说 你有两个选择啊 一个是出去怎样 每天工作八个小时 然后爸爸妈妈帮你找一个 让你现在可以去赚钱的机会 每天赚八个小时的钱 然后你要负担房租啊 水电啊 瓦斯啊 生活费啊 然后另外 第二个选择是怎样 妈妈给你钱 然后让你去读书 你懂的 高低杠杆定义里面 小朋友会选哪一个 除非上次有家长官讲说 老师 我家的小孩子 一定选择赚钱 我说那很棒啊 那么小的过程中 让他学会怎样 对自己负责 这时候手可不可以放 可以啊 在放的过程中 左手怎么赚 还是可以赚啊 每天问他说 哇 你看 赚钱很辛苦 那你看你以前不喜欢念书 这样子赚钱那么辛苦 难道你想要赚一辈子这种钱吗 如果你赚了钱 存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发现你语文不足 就鼓励他怎样 去学英文啊 那如果他想学日文可不可以 我说当然好啊 一级棒啊 因为其实 我们台湾很多的小朋友 都是把念书当苦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念书是很辛苦 因为他们不晓得 念的书要干嘛 所以这时候 不管怎样的选择 爸爸妈妈都有绝招可以用 所以我们常在讲 一些心理学的小游戏 一些心理学的方式 可以让爸爸妈妈 来到更简单的生活 让亲子的关系能够越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今天所讲的单元 就是让我们能够工作 游戏化的一个续集 让我们能够更深入的知道 这样子的一个效应 我们如何运用在小孩跟爸爸妈妈之间 然后让你们管教的议题 可以更加的游刃有余 然后我们今天就复习了 这样子一个简单的概念 希望各位爸爸妈妈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手越放越轻松 然后能够找回自己这样 越青春洋溢的生活 这也是我们一系列 一直在讲这堂课的目的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 一直来听我们的课 然后让自己能够收获 然后让我们能够发喜充满日子 越过怎样越快乐 谢谢各位 谢谢